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不知道这边路的这么好走 之前都是水泥路的 现在是真正的硬板水泥路 关哥你还记得路过 我都忘记了 不知道是到这边还是到那边 到这里有点犹豫 应该是到这边 我慢一下眼睛 我想要叫什么村 什么村这里不是李宗村吗 不是他这里分两个道 喂 我没记得问 到那边还行 这样吹的就 天堂 10年没来过我记得我们的 你还要到边市吗 没市的哈 没市的哈 哦对了 那梦的呢 记得没来过的啊 天堂天堂 人间的天堂 说到这个村我都怕了 天堂 哎哟 小鹏去天堂我有点怕 我天 这个是天堂村哦 哎呀还有这样的村 我都只记得是新菜的 我都不记得是什么的 哎呀我说哎呀真的是 哎哟我到这里我开车 我觉得有点险啊 这条路好险啊 关了车 之前我到这里我都很害怕的 哇 这条独木桥 麻烦啊 好山哦 关了这个地方 好多远的 刮到这个车啊 这里要很小心的 可以开得过来 哎就到这里上了 之前这个路很窄的 现在宽了 不了了 进不了了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进不了了 走了哇光哥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还是不想进去的 等下我我怕看到熊熊的妈妈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 你怕她干嘛呢 我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 你有什么事情 你就讲什么事情 把你的情况告诉她 我主要是想叫她打个电话 给我熊熊 然后一起打个电话 找个联系方式 那是因为十年了 她都没有联系过我家的熊熊 所以我也觉得心里很过不去那种 其他媒体的原因 要不我们回去呢 不回去 都来到了 回去干嘛 小凤啊 嗯 说真的 我真的是不想过去的 如果不是为了 我家儿子熊熊 我真的是大死 我也不会来这里了 因为呢 我儿子呢 她在学校的话呢 就会 如果她不帮她 找一下她的妈妈和外公外婆 人家就会说她 就是有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待 所以说 这个也可能是导致她 有时候 有一种提她的想法的原因 我大概有十年左右 都没来过这里了 因为我熊熊呢 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然后 然后就到现在 我儿子都十几岁了 十五六了 所以一直就没来过这里 我儿子都没来过来 我也不知道 我儿子都没来过来